我分享一个 因为其实你的年纪 让我很有感触 就是现在很多一个说法 会说天然台天然独嘛 方勇老师的study也看出来 大学生的普遍认同 认为我们是独立的 可是我们的独立 我们的台跟独的程度 跟现在以色列的那些年轻人 他们犹太的程度 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强 台湾有目前年轻人的族群 跟国家认同有强盗 如果真的打仗的时候 三天之内 全世界的台湾人 会愿意坐飞机回来吗 你们觉得有强盗 如果现在的台湾人 愿意站出来 从政参政成立政党 一直到十年 努力了十年 把你的人生奉献出来 十年之后 十年之后一起来制限 一起来推公投吗 你觉得台湾年轻人的认同程度 有这么高吗 我其实不认为 所以才会一直在强调说 不正常国家的时候 你在意的是不正常 而不是国家 因为当你在意国家 这两个字的脉络历史 台湾为什么会有到 现在这个国家 我们有民主有自由 的这个重量之后 你才会想要花更多的事情 牺牲你的工作 牺牲你的一些安乐 让不正常变成正常 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那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只有台湾激进 有办法改变 其实不一定要叫台湾激进 要有一个本土的政党才有办法改变 因为刚刚Vincent一直强调 民进党很努力的在做的 是叫做团结台湾 但是当你团结的时候 你把咖喱番跟大便团结在一起 那谁要去把里面的大便挑出来呢 谁要挑出来 对不对 台湾激进坚持 静止抖音 然后对抗资讯战 台湾激进坚持更进一步的政治主张 那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的个性都很激进 我们不想跟随主流 是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主流之中 有一些专着我们国家跟国族认同差异的漏洞 想要投机的政客 想要渗透的敌国势力 是必须要有人出来防范的 那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真的只有另外一个政党 才有办法改善 因为民进党本身 已经很辛苦了 做得很棒 但是有面临到结构上的缺陷 是没办法改善的 你刚才说台湾激进 有一点那个什么结构的那个 应该是因为我们太小了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这样 但是 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才显得 现在激进的存在 让它维持住有那么的重要 因为 像激进2020年的时候 政党票是3%嘛 其实那个对于国际上 对于国内来说 有个很明确的讯息 就是台湾支持独立的人 在护抗中保台价值 至少有3%以上 那这个东西在现在更重要 因为在民众党还没有出来之前 台湾大部分的投票取向 都是用统独光谱来分 意识形态来分 可是在民众党出来之后 一些新政治 时代力量这些政党 鼓吹蓝绿一样烂 我们不要讨论统独 他们鼓吹这些东西之后 焦点常常被转移到内政民生 但是 我们观察政治那么久 我们知道这些内政民生问题 不管是鸡蛋 本土疫苗 美株 这些背后都有统独的 意识跟中国渗透 跟资讯站各种都在里面 那如果有一个 政党是定毛 定海神针 有抓住这个东西 然后有办法让台湾对于政治的讨论 是拉回到真正重要的主轴上面的时候 台湾的政治才有办法往更健康的方向走 那我刚才讲说 Vincent说 民进党现在努力团结台湾 其实团结到一个程度 团结得太好之后 你会分不清 投给民进党是因为台湾本土意识 还是因为民进党通过同婚 还是因为民进党的经济表现很好 还是因为民进党发展本土产业 你没有办法分辨了 可是投给激进是可以分辨的 因为激进没有想要做大 我各区域选区不一样 我会做大 但是政党票是不一样的 那其实这个结构性的差距 就也反映在我自己的选区嘛 因为我的选区 就是因为民进党党内 没办法处理这样子的候选人 所以我出来之后 才会有这么多的 一个基本的支持度 我才有办法继续发挥 所以我觉得 这整体都是绑在一起的 可是的确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 绝对不可能在这一次的讲座 问一个问题就得到答案的 必须要靠非常多非常多年 一起加入才有办法改变 对 等一下可以来加入激进的志工群 好谢谢那个 新代医师 那台湾激进 那之前一开始是从所谓的激进测译 那其实路线上选择上 本来就是有一些战略性的目的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这个台湾多元的声音 还有包括这个政党政治的一些变化和发展 那陈恩老师来最后 那陈恩老师来最后